一阵agrogue的第二局上半场 由于上半场 由于上半场是打了一个四跑 所以阿富这边留一个就行 留一个跟留四个是一模一样的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把的话 穷者之套阵容选的就不是特别的针对了 你必须四跑的局 拿出一个极血先知的阵容来打女巫 不可能打四跑的呀 这怎么打四跑啊 两个突破口 前期我放过女巫 对吧 稳扎稳打将你击倒挂上了 后面到时候切个闪 把你一个留下 而且这个突破口如果是先知的话 连换道具都换不了 刚刚我还在想的是这把 可能唯一的机会就是上下抓戒施 然后用兵带后避过来给这个戒施 而且还得前期牵制的9的情况下 我觉得天霸这一手的一个选择上面 有待商趣 毕竟打比赛这个分数上面 要算清楚呀 这感觉没算清楚吧 这套之后拿出来 看这里前期牵制的倒是非常不错 这边是顶一只鸟脱掉了一只狗 然后现在双信徒来包夹进毒洞了 一刀没抽到 不错 不错是不错 不错归不错嘛 也就是有机会能打一个四人开门战 四人开门战 拥兵 套薄命 带走 这电击很快啊 虽然说我觉得这套阵容 打四跑的可能性很低很低很低 几乎接近于0 但是这把你不得不说就是柚子的 小瓷的这个先知牵制的很好 已经四台电击了 放狗 咬猪 先把你起一个上挂节奏 四人开门战 然后先是在先知一波倒地之后呢 野人要先来救一波 然后把优兵的博命留着 开门战 才有可能啊 阿福这个击倒时间有点慢 因为这种修的很快的 前期先知第一只鸟一顶那狗一拖 由于先知没有受伤 所有机械师这边两台电击都嗅掉了 机械师的娃娃补开以后 我们看一下最后代电击怎么补啊 应该是机械师配合着拥兵一起修 然后娃娃贴门 这边补一个信徒 给到这边的机械师 那野人这边来看一下怎么救 打一刀直接救 这波救的稍微有点早 但问题也不大 因为只要往那个独洞去拉 不干扰到电击就行 阿福这边的话 想要来控住这台电击 拥兵的电击得控住 信徒还是得补给这个先知 信徒还是得补给这个先知 野人先保一手 把转圈圈 拖一会儿 机械师的娃娃外面再修一台 防阿福这边守电击 我觉得四人开门战是很有机会的 但是你说四跑嘛 没有换道具 我针对先知打 我这底牌还没切的 待会儿有个闪 对吧 问题感觉依然不大 这波要介事来救 不对 这波介事来救好像 也 那个搏命也套不到了 好像要优兵来救 还是优兵来救吧 优兵这边电击还放出来 野人这边去补 这波传送切的 我觉得 没必要啊 阿福这边切传送是为什么呢 这手传送一切 这开门战万一先知西之鸟怎么办 这稳稳的留着底牌 然后切个闪不好吗 娃娃是打掉了 机械师这边没有紫缺 他会被信徒跟着 佣兵这边来抢中场的电击 机械师这边要把先知先摸起来 局势上面来讲的话 虽然阿福电击是管住了 但求人者因为前期的一个优势啊 是可以慢慢来盘这个局的 是可以来慢慢盘这个局的 而且阿福这手传送 说实话我觉得切的真的风险很大 就是你切了传送以后 后续你的一个击倒能力就很弱了 而唯一一个上挂飞的先知 待会万一吸一只鸟怎么办 这不会真的要给到一手机会吧 理论上来讲 他本身对吧 死守这个先知 这先知已经挂上了 电击还没好 对吧 你来救 我打掉 电击点亮 我闪现一刀把这先知秒了挂飞 好了任务完成 结束了 跟抓四个 抓一个跟抓四个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话 穷者这边继续消 对吧 继续治疗 慢慢来盘 慢慢来盘 野人这边的净土也消了 打一刀机械师 用兵的话看看能不能多留一些道具 机械师差不多 这边如果说不被追击的话 机械师可以开始去翻箱子了 先知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出现了 等到开门站再说吧 外面队友都没有上过挂的 对吧 我在目的里面等你 你来找我 那行 你来找我 我跟你玩 你不来找我 我这边就作为一个人肉补给战 对吧 队友来找我 我把他们补好 这样越打到后面 我感觉穷者机会还真的有 还真的有 一刀打 这边信徒消 再给佣兵补上 佣兵拉到最死角 佣子这里的机械师 拉过去 这边来挂这个佣兵 佣兵依然是保留着手上面的两个护臂 省吃减用 这个护臂 我必须留到开门站再来用 现在的话 就是佣兵那台电机是被放出来了 所以说这里 求生者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来蹭一点电机 阿福这边的话 一边守人一边守电机 野人这边一波顶 先给你顶开 打一刀 拖一会儿拖一会儿 这佣兵那个屁股还能拖很久的 阿福守住这一台 电机的话确实还能再守一会儿 但是你要守电机 其实人这边的话 因为他要守两台电机 然后又要守这个佣兵 精力太过于分散了 这边追一刀 单信徒 佣兵这边 这个是佣兵的寄生信徒 佣兵甚至可以 对吧 不交互币就平地拉你 你打我 你消信徒 你还得过来补 你过来补 你就得把原生拉过来 你把原生拉过来 这边电机就放空了 这边被迫要把寄生 交给这里的机械师吗 他想把原生拉过来 来打这个机械师 信徒补 原生这边拉过来 原生拉过来 先知这边立马过去点电机 哎呦 求生者这边的一个安排 拉扯的太爱好了 现在职业选手啊 职业级的求生者的四黑 打女巫 真的是滴水不漏 滴水不漏 先知这一波被找到 是满状态的 呃 阿福这里的话 还真的得小心 别让先知吸出一只鸟 拉 解释 慢慢消信徒 傭兵应该过去 补中场的电机了 现在先知 其实他这边 我阿福 哎 暂停了 哇 这把打得这么狠吗 这么硬 给到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这么说 这一把的局势 我们先说大前提 他的大前提是在于说 阿福只需要留一个 对 那这边是要尽量去争取一个四跑的 阿福无所谓 其实阿福就想着 我现在先争取 看看能不能平 能不能赢 实在不行 我开门站两个性 原生就随便寄生一个 呃 也是算了 除了野人和佣兵 除非 不不不不不 你开门站 他得追这个机械师了 他追先知的话 先知有可能吸出一只鸟的 不能转 不能管先知了 管先知 先知是神的吸鸟的 他开门站 只能去抓这个机械师 而机械师的话 待会可能会摸 他现在手上没有个魔术棒 好像 待会再摸一些东西的话 这个局就真的不好说了 所以阿福这首传送切的 真的是没必要 你开门站留个闪现 对吧 把这先知秒了 挂飞 天霸这边申请暂停 我们这边是先 各自调整一下 对 其实我们继续说 这个形式的一个情况 其实 因为其实他们 背的任务不一样 背的任务不一样 那阿福来说 他只需要留一个 前提之下的话 其实说实话 梦之女巫 虽然说 因为现在 比如说我们 一个个角色去抠 刚抠到先知这个点 先知这个点的话 关键就看这只鸟 能不能吸出来 对 那假设说吸出来 那对不起 有个走门 或者走地叫机会 然后满状态的佣兵 说不定门口帮扛一刀 野人也可以帮扛一刀 对 然后 机械师这边的话 是有个魔术棒的 魔术棒的话 就在于说 你开门站 有自己一波 自保的能力 现在就差一只鸟了 我觉得 离四跑 就四跑的前提 是先知还需要有一只鸟 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先知还没捡到紫圈 这先知还需要去补一个紫圈 他如果说没有紫圈 在开门站的时候 如果两信徒夹他的话 哪怕是一个传送女巫 也有机会能夹住的 板子测了 板子测了 我们马上开始了 这把真的打得我好紧张 所以说 如果真的打得开门站 就一定要去两个信徒 专注 来看一下 这里 傭兵两个护臂 你找傭兵 来 野人也来了 野人也来了 这里 阿福选择 不管这个先知是对的 你现在去追先知 这先知买血 你打一刀 对吧 给他吸一点鸟 这开门站 出点问题 真不好说 机械师这边 信徒消掉 先知电机已经压好了 先知电机已经压好了 这开门站怎么说 对 先知电机压好了以后 他可以过来 主动来找你 要吸鸟 我主动要鸟 来 我吸 我吸 阿福这边需要 等20秒以后 给这个先知挂一个信徒 因为这个先知 现在还没有紫圈 听声音 对 先知这边在吸鸟 再为开门站做准备 哇 真的 我现在掐着自己的大腿 在解说 我好紧张 因为我说了 这 这套阵容来打一个 女巫是不太可能 四跑的 机械师再摸一个道具 不会摸个护壁吧 哎 真摸了个护壁 我这 臭嘴 还真摸了个护壁 那现在离 哎 离四跑 好像就差一个了 七颗龙珠就差一个 先知的鸟了 电机点开 这边补兴图 我给先知 怎么说 上挂飞的先知 这个位置 船 阿福要守门吗 别守门啊 你把先知击倒挂飞啊 先知 两性徒 两性徒 有没有队友来把我们扛刀 一刀 哎哎哎哎 鸟鸟鸟 好好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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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哇 真的吓死人了 这先知这只鸟吸出来 真的要出事啊 青柯这边 还不放弃 来 交互币 拉走 哎 这边为什么不挂这个先知啊 难道我记错了 这先知二挂 哎哎 这 这什么情况啊 慢慢扛 一刀 先知走了 为什么不挂这先知啊 我没记错吧 这先知四上挂飞吧 这